各位觀眾大家好,這裡是香港人網 我們現在就在記者招待會之後就找到陶君恒和陳嘉樂去做一個聯合訪問 兩位就,蕭先生在他的節目那裡都說過很多次說 其實辭職那一刻可以再加入一個論述,就是為了這麼多年以來 20年以來民主運動的失敗是引誘辭職的,那你們會不會去考慮一下加入這個論述呢? 我們不是引誘辭職,我們是希望能夠製造一個五區公民投票 因為我們要讓這個運動給市民大眾表達他的聲音 還有要讓阿爺聽到香港市民究竟是這麼強烈的支持民主 現在這個五區公投運動是否一個官方名稱呢? 是否到了補選的時候都會用這個名字來做一個組織的名稱呢? 兩黨的合作協議裡面是清楚說出這個五區公投的運動 我也想補充一句,我當然明白市民或者支持民主運動很多年的朋友 都有一種灰心很無奈的感覺,覺得爭取極都爭取得不到 但我相信這次正正就是一個機會,是化這一種不開心的力量 成為一種正面的正極的能量 所以我同意圖國人所說,這個不是什麼引不引咎的問題 而是製造一個機會,大家要積極投入主動去爭 自己本來應該有的普選權 見到你們說將這個目標定在50%的投票率 其實我想不少人都可能,甚至我們支持者都會有一點惡言 覺得是挺冒險的,你們討論這個決定的時候 有沒有經過那些幾激烈的辯論呢? 有沒有人會提過,例如說,找回歷年投票率的一個評分數呢? 其實,由我們製造這個變相公投運動開始 已經有人說我們是冒險的 其實我們希望這個變相公投運動 有更加多市民大眾的參與 所以這個變成我們的目標 當然你說能否能夠達到,就看我們自己的努力 但我們相信香港市民 我們相信香港人對爭取民主的訴求 會在這次公投運動裡面體現出來 會不會好像陳肯文前兩天在警察發出 會不會出來見記者說希望是最好的 希望是最好的 希望是永遠都需要的 即是香港這個不民主的政治空間裡面 大家去爭取民主 在一個不公義的制度裡面爭取公義 永遠都要有一個期望 有一種赤子之心,這個是必須 我想真的要加強一點,強化一點 五成投票是一個真的挑戰 是一個值得去爭取,去盼望,去追求的目標 不可以玩玩一下,如果你說沒有的 你是兩成又可以,一成又可以,三成都沒有所謂 我想市民是期望我們兩個 黨加起來一起認真做好這一場的五區公投運動 這個信息要清楚表達出去 亦都要求他們積極去投入 最後一條問題 現在這個聯盟有沒有什麼計劃 想著怎樣去游說 中間選民或者沉默的大多數 現階段當然我們的具體計劃未有 但是我們都有信心 其實在選舉的過程 或者公投運動的過程裡面 越來越多市民大眾參與 因為不單止是今時今日告訴我們 他支持五區公投的朋友 是需要他們的參與 以及支持我們 到今天為止,依然是有猶豫的人 所以我們也有談過一下,初步 當然這裏不能作準答案 即是你要銷售悲情 香港人爭取了這麼多年 都沒有人成功 我們要銷售香港人的角色問題 這麼多年來都是 港英政府和中國政府和我們拍板 我們香港人從來沒有自己的聲音 We have no say 我們一定要將這件事 告訴市民大眾 我們才能夠令公投運動成功 以及能夠令我們達到50%這個目標的投票率